今天来电影界大仙青春热潮 并且悄悄蔓延至电视剧市场 近日广电总局发布的2015年6月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式中 上面显示志兴春和佐尔都将拍摄成电视剧 根据立项显示 佐尔将于2015年6月开拍 制作周期预计10个月 集数定为40集 主要讲述关于青春成长的故事 生动地塑造了小耳朵 巴拉 张样 许易等一批性格迥异的年轻人的形象 完美展现了当下年轻人成长时期的疼痛和美好 而志兴春将于2015年10月开拍 制作周期同样为10个月 集数为34集 两部电视剧都已经于2015年6月审核通过 此片也同样讲述了一群在校大学生 青春成长爱情故事 正为怀着对林家大哥哥林静的爱意走进校园 却发现林静已出国 生性豁达着他和同宿舍的身后友谊 以及和初恋陈孝正的青春成长故事 消息爆出后网友们不淡定了 同样的片子要么电影编电视剧 要么电视剧再拍电影 醉了 有啥好拍的 谁的青春除了谈恋爱就是上床流产打架 那是谁的青春呀 猫果老新闻为了挣钱 你们也是满拼的报道 今年来电影界大仙青春热潮 并且悄悄蔓延至电视剧市场 近日广电总局发布的2015年6月 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式中 上面显示志兴春和佐尔都将拍摄成电视剧 根据立项显示 佐尔将于2015年6月开拍 制作周期预计10个月 集数定为40节 主要讲述关于青春成长的故事 生动地塑造了小耳朵 巴拉 张样 许易等一批性格迥异的年轻人的形象 完美展现了当下年轻人成长时期的疼痛和美好 而志兴春将于2015年10月开拍 制作周期同样为10个月 集数为34集 两部电视剧都已经于2015年6月审核通过 此片也同样讲述了一群在校大学生 青春成长爱情故事 郑威怀着对林家大哥哥林静的爱意走进校园 却发现林静已出国 生性豁达着他 和同宿舍的身后友谊 以及和初恋陈孝正的青春成长故事 消息爆出后 网友们不淡定了 同样的片子要么电影编电视剧 要么电视剧再拍电影 醉了 有啥好拍的 谁的青春除了谈恋爱 就是上床流产打架 那是谁的青春呀 芒果老新闻 为了挣钱 你们也是满拼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青春》